我都不敢看他 對 因為他太 他太那個太亮 回去就夫妻適合 不行 所以有一個空氣牆在這裡 對… 我最搭檔的 對… 有沒有… 就是我就會擔心就是這樣子 牆牆太亮了 館長全窮不敢直視 孫雄被問周愛林翔 抽菸又怎樣 這是電競比賽 這是電競比賽 哈囉 那是老師 搶牆 不會 19號孫生 Joeman 館長及搶牆 出席電競活動 搶牆是位廠商唯一焦點 出場就帶大家騷兩圈 我都不敢看他 對… 因為他太… 他太那個太亮 回去就夫妻適合 所以有一個空氣牆在這裡 對… 我不會很搭檔的 對… 有沒有… 就是我就會擔心就是這樣子 我是抱著一個虛心受教精神 來跟他們 我的戰友們 來做個學習的這個戰略 有的時候這是一種策略你知道嗎 搞不好 那迷得虛雲八速的 他們什麼事也做不了 哈哈哈哈 你們知道了 沒有 我本身是滿情性的 好醒啊 Joeman 那個台積電那個 不要好像去算命老實 該你了 我的台今天打算就當做嫁妝 這個就不賣了 就放著 非常的慘烈 那時候覺得不可能 跌到那個程度 我就覺得已經很便宜了 沒想到還有 骨折還有更骨折價 我剛剛看又便宜了 剛好不到四百塊了 那你怎麼會有錢啊 這個不方便多說 因為我怕我媽看了心情不好 話說阿森兄前陣子 心情也不露 原因是女友Wendy多次搞消失 讓她某天爆氣發文 林婉璇我對你非常失望 我不要再心軟飯見了 對 因為她沒有回 玩回家的超級大 還好耶 她就是變乖了 還行吧 還行吧 就 你要玩我比你更晚 沒有啦 那你這樣不乖乖嗎 這 看我真的太乖了 我應該要回去以前那個 壞壞的我了 想說是不是要 有時候釋放真正的自我 對 像抽菸女友 把她那個 精神她換進去 她那個只是 不是 關我屁事 那沒有 以朋友的角度來講 是什麼電子煙嗎 我覺得電子煙沒什麼 但她這個 這個抽菸怎麼樣 我也會抽菸 做藝術圈壓力那麼大 對不對 強強 不是 我是有時候 剛吃到屁下 那我跟妳講個抽菸 但是乾脆兩個有機會嗎 不可能 怎麼可能 不可能 那個 因為太可怕或超實 因為教宵生應該都比較喜歡那種 嗯 那個女生 她喜歡女生聽她的話的那種 但是我是 你沒有資格講話 懂嗎 我是這個概念的 妳兩個都有性自主權的 而強強的爸爸 先前遇到假賣屋整炸財 被委託的律師事務所 17號卻被砸磚頭破壞 之夜是被當初的詐騙集團 小院報復 我只能說這些詐騙集團 正是無法無天了 台灣是沒有法治的社會了嗎 今天給你們這個教訓 你們就應該好好的吞下去 你們憑什麼還來欺負別人 還有搭家律師的這個事務所 你們這怎麼卡銷啊 是真男人的話 就能去詐騙工作吧 跟你在一起的名字都夠倒閉 就夠衰小 假買房真大片的事情 我覺得還會一直在發生 因為畢竟一直在通融這些詐騙集團 他們根本判得不清嘛 畢竟他們騙的人 可都是一些很可憐的人 他們唯一走一棟房子的 打掃愛的那個阿嬤 要給女兒做假裝的房子都騙走 那現在還拿不回來 你們覺得這是應該的嗎 可能有一天又能扔到你們喔 因為他們騙人手法非常高明 如果大家沒有做警惕 一手共同去殲滅這樣子的行為的話 台灣很容易淪為下個柬埔寨